在街头格斗之中 这种小匕首小短刀和这种短棍甩棍一类的东西 那么谁才是街头格斗的霸主呢 首先来跟大家说啊 很多人认为这个匕首到什么时候 它一定是最厉害的 因为它很锋利 无论哪个角度 无论怎么握 只要滑到你 直接就流血不止 如果滑到动脉 可能抢救不及时 马上就会有生命危险 那么又有很多棍子破匕首的招式 很多人就疑问了 哪一个才更强呢 今天就来和大家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如果这个两个人都是没有练过的情况下 那么匕首一定是更强的 因为它的锋利程度 它的灵巧性 以及不好控制的这个属性 它的杀伤力一定是更强的 如果说我直接滑过来 你用胳膊挡一下 那么可能你直接就流血不止了 但如果是棍子的话 我打过来 你挡一下 冬天穿的厚一点 或者你体根壮一点 你直接就把它挡过去了 扒了过去了 然后对对手进行一个侵犯 那么避手就不可以 那么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啊 如果是经过训练的人 那么我感觉棍子的威力会更强一点 因为它可以发挥一个长的 一个属性 你匕首再锋利 你进不了我的身 那么你还是发挥不了它的一个危险属性 所以一旦你过来 我可以打掉你的持蟹手 或者直接奔你的面部 这些脆弱的地方去攻击 而且经过训练的人呢 他远远知道这个棍子怎么打杀伤力最大 打关节 打脆弱的组织 等等等等 所以 没有练过的人来说 匕首使用性更强一点 如果对于练过的人来说 那么短棍甩棍这类的武器 肯定是杀伤力更强一点 同意的点赞